隨著年底選戰即將到來 那麼臺北市長柯文哲 他的任期也進入鬥數計時 而即將要在十二月二十五號卸任 他 今天他是出席的雄好圈二點零抽籤 譚嚴季已經想在這個 想好這個二零二四總統大選的辦公室 根據瞭解呢 目前進辦的已經找好地址了 選址是在臺北市松山區 南京東路上的臺坡大樓 至於他的下一步 他預計會先回到臺大醫院 等到明年二月份退休之後 再來專心選總統 起動箭 好 來來來 怎麼抽抽箱就是卡卡 臺北市長柯文哲出席 臺北雄好圈二點零抽籤 機器卻很不給力 三 二 一 請抽出雄好圈二點零 但不怕不怕 阿伯總有SOP 想在最後兩個月抽市政成績 還是被問到抗中保台的政治敏感題 柯文哲妙語如珠這樣說 蔡總統都還沒表態 所以我也不用表態 等我選上再 我就先跟你講 總統大選還沒開跑 柯文哲起手式已經開始 但其實要選2024的總統進辦 已經選址完成 就在臺北市中心的這個地方 過來柯文哲要進選2024的進辦 很可能就選在南京東路上的 這棟臺坡大樓的二樓或三樓 地理位置相當的方便 目前已經準備要進行裝潢 考量臺坡大樓一層坪數就有364到368坪 柯文哲也將原先理想規劃的進辦地點 從立法院附近轉到臺北市地理中心松山區 據辦公室人員會以市府派為主 等到十二月底卸任後 先回到臺大報導 最快明年二月退休 開始選總統 把重心先擺在兩個月後的縣市長選舉 柯文哲這一帳前哨戰得贏得漂亮 才有機會續拼2024 藉成一祥 陳欣怡 SNG小組臺北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